创造121决赛前最后一次顺位发布了 比前三名更让网友关心的就是 利路修老师这次能回家了吗 接下来还有谁想来看一看成绩的 一个人可以去吗 可以可以 为什么 加油利路修 怎么可能 你们低调点 你们低调点 离成团只差一步之遥的第十二名 他会是谁呢 第十二名他会是谁呢 你们说吧 你们这只有十二个人 你们觉得谁去 商量一下 我去 我去 你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听取你们的成绩 或者去到超哥那里领取你们的成绩 去那边吗 要去超哥那里 利路修呢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吗 利路修太可爱了 我们遵循你们的选择 利路修 恭喜你 你本次顺位排名获得的是 第十名 请站到属于你的位置 我之前我说过我可以坚持在整绩赛 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高位置 所以我现在不太开心 虽然我站在这里我特别害怕 但是我还是相信我的转世人们 我相信他们会尊重我的选择 不成团 然后我相信他们是有分寸感的人 然后我知道你们想多看看我 所以我就来中军赛 但是这个节目跟成团是两回事 不要害怕你们以后看不到我 因为这个节目就是我有很多机会 跟你们见面在很多地方 我还是相信你们真的有分寸感的人 如果说创造仪是个坚持自我的地方 那么利路修做到了 成为那段不是我的梦想 我希望观众会给我成功 F means freedom 就是自由 不要爱我 没结果 不管你是粉丝 顺丝 还是辣安匹丝 让我们一起听听 李老师 二十三 因为我的生日是二十三号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